面对北约国家的投诚 普京率先亮明态度 为什么说土耳其很可能会成为第二个印度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好蓝观点 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 居然主动向中俄示好 希望成为金砖成员国 这个消息引发了全世界的强烈关注 毕竟土耳其好歹也是北约中的第二大军事力量 不然向中俄投诚 这无疑是在跟整个北约军事联盟对着干 迄今为止 还没有任何一个北约国家成功加入到金砖国家当中 如果埃尔多安最终能够入院的话 土耳其也算是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 不过 即便是埃尔多安诚意十足 土耳其也未必能够很快入院 再这么说 土耳其还有北约成员国这一身份 说白了 这次向中俄投诚 到底是真是假 还不好说 再说了 土耳其左右风源的外交政策 无论是对中国 还是对俄罗斯而言 都是个隐患 虽然现在 他们跟西方的关系不是很好 但说不定哪一天 欧盟一松口向其发出邀请 土耳其就会立马叛变 毕竟 大陆欧盟可是土耳其政客们最大的梦想之一 实际上 在金砖国家当中 不是没有类似土耳其这样的国家 比如印度 跟土耳其相比 那是有过之而无不计 要拿这次俄武冲突来说 印度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反复白跳 赚取了大量的利益 土耳其很可能是眼红印度的收获 才会主动寻求向中俄靠 关于这一点 中俄其实早就有所准备 最近 普京在公开表达金砖国家对土耳其欢迎的同时 也变相的提醒了对方 据俄罗斯卫星通帖社报道 普京在莫斯科会见了来访的土耳其外长费丹 并对土耳其低级参加金砖国家活动的意愿表示了欢迎 不过克里姆林宫新闻秘书佩茨科夫随后也表示 总统普京尚未决定对土耳其的访问行程 具体日期双方还在协调当中 要知道 在俄罗斯大算刚刚趁埃落定的时候 埃尔多安又曾放出风声称 普京第一点访问土耳其 结果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俄罗斯依然没有定下访问的行程 甚至连访问的日期都没确定 这绝对是土耳其外交层面的一个巨大失败 有分体人士在外 普京之所以迟迟不确定访问土耳其的行程日期 大概率是对埃尔多安的诚意并不满意 俄罗斯曾经在土耳其身上吃果亏 贸然填取访问 只会给对方增加威胁北约的筹码而已 因此 为了避免土耳其成为印度第二 普京有必要亮明态度 用行动来提醒对方 如果不改变墙头草的作风 金冠国家的大门是不可能轻易向土耳其打开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